嘿,欢迎来到真元的频道 这里不只是频道,更像是一场神秘的派对 我是你的频道指南 准备好和我一起转转世界了吗? 别错过,这里每秒都有新奇的冒险等着你哦 真正厉害的人都有这四面镜子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能力 然而,真正厉害的人 不仅仅依靠自身的天赋和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四面镜子 这些镜子使他们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发现别人的缺点很容易 难的是认可别人的优点 当你发现别人有缺点时 不妨用一块放大镜去看一看他身上的亮点 这不仅能够让你看到他人身上的亮点 还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接纳他人 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肯定他们的价值 并且向他们学习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 欣赏别人的谈吐会提升我们的口才 欣赏别人的大度会开阔我们的心胸 欣赏别人的才华会提升我们的境界 例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总是能够发现他人身上的潜力 并且给予他们机会和支持 这不仅让他们的团队更加出色 还让整个公司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氛围 一个紧盯住他人缺点的人 总是用自己的偏见狭隘地看待这个世界 而一个能欣赏他人优点的人 却能以自己的胸襟和气度 收获他人的尊重 学会欣赏别人 才会赢得别人的欣赏 总结来说 放大镜让我们能够放大别人的亮点 从而提升自己 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取得成功 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豁达和开朗 生活中会有一些好高无远的人 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 却对手头的小事嗤之以鼻 殊不知再远大的目标 如果不从眼前的小事做起 就永远遥不可及 优秀的人 做事时总会踏实认真 精益求精 他们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点 注意到别人忽视的细节 用心对待每一件小事 不敷衍 不懈怠 比如在科技领域 一个小小的实验细节 可能会影响整个研究的结果 因此科学家们总是非常注重细节 确保每一个步骤都准确无误 这种对细节的重视 往往是他们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 再比如在烹饪中 一道美味的菜肴 不仅仅依靠新鲜的食材 还需要厨师对火后 调味等细节的精确掌握 正是这些细节 成就了一道道美味佳肴 给自己准备一台显微镜 看到细节 做好细节 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小事 才能让结果产生至的飞跃 这种注重细节的能力 让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脱颖而出 取得成功 总结来说 显微镜让我们能够注重细节 从而提升自己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踏实和认真 人生如登山 站得高 方能望得远 在你愁出不前时 不妨端起望眼镜 放眼远望 你就会发现 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还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前方等你 如果只关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又怎能看到远方的星辰大海 一个有望眼镜的人 有着永不消沉的热情 有着拨开迷雾的能力 有着规划未来的心智 比如 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总是能够看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并且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 他们不仅仅关注当前的业绩 还会考虑未来的市场趋势和竞争环境 正是这种前瞻性的视野 让他们能够带领公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比如 在个人职业发展中 一个有远见的人 总是会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 他们不仅仅关注当前的工作 还会考虑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和目标 正是这种远见 让他们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长足的进步 只是计较眼前得失的人很难走的长眼 有远见的人才能看到未来 以望远近的视野去看世界 看人生 才能做出顾全大局 深谋远虑的决定 总结来说 望远近让我们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 从而提升自己的规划和决策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有远见和智慧 人生的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 对事情对自己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这样的人都有一面平面镜 不歪曲 不狭隘 真实而自然 他们享受人生的高光时刻 也接受生活中的遗憾和不完美 坦然面对真实世界的原貌 看山仍是山 看水仍是水 遇事不经 处事有度 回归本真 潇洒自然 比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对病情有着清晰的判断 能够准确地诊断和治疗患者 他们不会因为病情的复杂性而感到困惑 而是能够冷静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这种对事物的清晰认识 让他们能够在医疗领域取得优秀的成绩 再比如一位成熟的艺术家 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深刻的理解 能够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深度的作品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 而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 这种对自我的清晰认识 让他们能够在艺术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总结来说 平面镜让我们能够对事物和自己有清晰的认识 从而提升自己的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真实和自然 结语 戴好这四面镜子 你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影片最后 我们来欣赏一段由音乐老猫带来的 好听的歌曲 修行的快乐 借着修行之进化 未来的心的辉煌 借着德行之进化 追寻信念的深藏 借着信念之进化 探修之间的庞昂 借着指尖之进化 解开怀疑的迷惘 借着华以之进化 便是正道与偏差 借着便是之进化 开脱知识的领域 借着指射之进化 启发智慧的奇迹 借着智慧之进化 迈向别怕无执着 这是时尊展现的深深之路 从得行到智慧的最参观吗 莲花相见之深渊的生命 在池塘水中的与你埋藏 无论情欲多么简单 我们如莲花剑 强强放光彩 生命去花盛开的一刻 但能享受无比的欲恋 我们的行为决定着我们的结局 将心比心推待众生精神 不可杀害动物 教识佛制教育 将心比心推待众生 为开悟之前 我们忍受着生死 生命无可费 尽求自身快乐 追逐向乐如同我恐怕 舞蹈之路才是真正宝藏 非常感谢您的观赏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开启好运势重做 点赞、分享、订阅 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